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愿大家在睡末的主日当中 能够更渴望新的一年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我们现在祷告 我们的上帝感谢你 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 有不同的安排 不同的计划 我们是你独一无二所创造的 在睡末的主日当中 你让我们更能够把握时间 在我们还有力量的时候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位置上 你让我们结出福音的果实 让我们在我们周遭的人 能够得到属天的祝福 我们求求你能够让我们 把握我们随时的机会 能够传递主你的爱 在我们生活周遭的任何人当中 主我们知道 我们的教会虽然目前没有主要牧者 但是主你猜派你的圣灵 到我们的当中 你让亲会传道 在我们的当中做很好的服饰 也做很好的工 求主你眷顾他的全家 你求主你能够保守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我们看到有许多心灵软弱 身体不适的 我们通通交托在主你手里 因为主我们知道 我们是每一个人 在主你的当中 我们只是一个姿子 但是我们也求主你 让我们的白体 都能够在你的当中活跃 因为主你告诉我们 我们只是你手中所创造的奇异 我们更需要谈惜 在我们这姿子当中的任何一个 求主你与我们同在 也求主你能够 让我们有智慧的眼光 来看我们一生的年月 保握我们的生命的机会 因为主我们知道 你将在我们再来的年岁当中 更适服于我们 让我们永远与主你结合 成为主你圣灵果实所结的 求主你都能够赏识 我们在这里这样子满心祈求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一起来齐心共读圣经 今天的圣经所要提到的是 提摩太前书六章 十七节到十九节 提摩太前书六章 十七节到十九节 我们同心来共读 弟兄姐妹请 你要祖父那些金氏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 也不要依靠不定的钱财 只要依靠那后世反护给我们享受的神 又要祖父他们行善 在好世上富足 担心施舍乐意攻击人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十分期 预备将来 叫他们聚敌那真实的生命 今天千惠传道所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财富三师 财富三师 我们将时间交给千惠传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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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